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再多一份等待 曾经担任美国总统 欧巴马国务卿的鲍威尔将军 有一次他出席他的好友 同时也是著名的激励大师 他玛拉·罗威的私人晚宴 当时他玛拉的母亲 已经七十多岁 当他知道鲍威尔将军 将来访问他的家 他就特地上前迎接说 国务卿先生 您是我们十分尊崇的领袖 也是这场晚宴最尊贵的上宾 我可以快速地帮您 和我女儿拍一张合影吗 鲍威尔将军点了点头说 当然我很乐意 然而当时摄影师和嘉宾 都已经在餐厅聊天等候了 于是鲍威尔将军 打亮了一下四周 便主动拉着他玛拉 一起走到一台 已经架在三脚架上的相机前 他将手轻轻搭在 他玛拉的肩上 微笑着面对镜头 他玛拉的母亲没想到 鲍威尔将军会如此爽快地答应 于是他急忙走到三脚架前 手忙脚乱地 试着找到相机的拍摄按钮 他边找边喃喃自语说 我不确定这个按钮有没有用 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他玛拉和鲍威尔 已经在镜头前等了半分钟 他玛拉担心会浪费 鲍威尔将军的宝贵时间 所以就想走向前去帮助母亲 没想到鲍威尔将军 一把拉住他说 让你的母亲自己想办法吧 他一定能行的 一分钟过去了 他玛拉的母亲 这才找到了快门键 急切地按了下去 拍完照后 鲍威尔将军友善地问道说 您觉得这张照片还满意吗 直到他玛拉的母亲 开心地笑了 他才松开手 转头对他玛拉说 你看 他比我们想象的更能干吧 这位激励大师他玛拉说 虽然这件事已经过了很久了 但是他每次翻看这张照片 他都想起鲍威尔将军 在镜头前多等待90秒的场景 亲爱的朋友 鲍威尔将军没有将拍照 看为一件不得不的事情 相伴的他投入时间 甚至愿意花时间等待 只为让对方留下美好的回忆 这是生命的态度 是充满热情的生命态度 而生命充满热情的人 他的未来也必定是成功的 这是一种善良的态度 一个以善良待别人的人 他的未来必是成功的 一个人的成败和他的热情 和他的心性是否善良 是息息相关的 有些人在职场做事规规矩矩 但却也是一成不变 这在现今的世代很容易被淘汰 没有人可以用老用一套方法来做事 过去你以为成功的经验 一下子就会过世不适用了 而相反的 一个热情的人 对什么都有兴趣 有反应有热切的人 一个善良的人 对人慈善 对人关怀的人 通常这样的人都是好用的人 亲爱的朋友 上帝可以使用每一个人来成就大事 但关键是 我们的生命态度和回应 当你保持热情 积极的态度时 当你保持一个善良的心性时 不仅会给对方留下好的回忆 也将为自己开启许多 意想不到的机会之门 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 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